为期八天的2023年 全国羽毛球单向冠军赛昨日在安徽马鞍山落下帷幕 浙江队在比赛中独占凹头 共斩获两金两银 值得一提的是 本届比赛的各单向冠军都是全新的面孔 经过7天的激烈争夺 全国单向冠军赛昨日进入决赛的较量 首先进行的男双决赛为浙江队内战 最终朱海元谢浩南实现逆转 以21比23、21比13、21比17翻盘登顶 女双决赛中 上海队的林芳林、周星如凭借更灵活的落点和反击连取两局 以21比13、21比19战胜广东队的陈孝飞冯雪颖夺冠 其实早在2019年11月 当时刚夺得世青赛女双冠军的林芳林、周星如 就在全国冠军赛上打入过女双决赛 但当时他们在决赛中输给了陈寅颖、谭宁 四年后 他们在同样的舞台再进一步温顶冠军 女单决赛 代表北京队出战 目前在国家集训队训练的蔡炎炎速战速决 以21比12、21比6击败浙江队的韩千玺 同样刷新了她在全国单向大赛上的最好成绩 男单决赛 由浙江队的李云泽迎战来自重庆队的黑马曾一番 李云泽以21比12拿下首局 第二局季度落后 但最终还是以21比19获胜夺冠 近年来 全国羽毛球大赛的决赛 甚至四强都少有重庆队球员的身影 曾一番在本次比赛的出色战绩 为重庆队刷新了记录 混双决赛最后上演 获得女双亚军的陈孝飞再度上场 与搭档邓晨豪迎战江苏队的张寒宇暴离境 这场比赛堪称当天争夺最为激烈的一场决赛 尤其是在决胜局末段更是将整个决赛日带入高潮 最后 邓晨豪陈孝飞后来居上 以17比21 21比12 21比19 逆转胜出 捧得冠军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